岁木为炉的前一天 昆山飘下了路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来参加的照顾护们心却很温暖 志工热情的招呼声不断 大家有回家的感觉 跟七十三大爱唱会一样的 当时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们这个时候我是不敢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阿门 这里是奥地托佛的 感觉到我刚才在沟通了一下 心里面很惨开的 有别于平时志工们 走路家门探访 现在齐聚一堂 慈旧迎新 也分享了这一年来的感动 古武珠早在二十三年前 就因水患接受过慈季的帮助 来到一厢打工又再次相遇 当师兄师姐他们第一次 走进我的家 我真的好感动 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流 原来我在这种城市 还有这么一群好心人来关心着我 五年来儿子路易 在慈季的住学下求学路不坎坷 如今有能力 他们也跟着志工上门送关怀 一样的 他的孩子也是我们帮助的学生 那他现在就是跟着我们 就是也出来做访试 也出来做环保 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 这一家人住在车库里 一张床要睡四个人 希望你继续加油 在以后的生活 以及人生的道路上 继续加油坚持 感觉就棒 师父们在到家里来看我 我感觉这个冬天很温暖 把温暖从会所带到需要人的身旁 这个冬天也因为有爱 更加温馨 大爱新闻之山美志工 许春光 丁凤娟同如堂江苏报道